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府1号举行12月份的升旗典礼 由县长徐正伟亲自主持 除了表扬县府11月份的义务达人 还有圆梦团队之外 徐县长也细数历年的施政成果 并勉励县府同仁们携手向前 共同展望未来 县长徐正伟表示 从107年以来 消防局的软硬体设施 能力均得到大幅的提升 包括花莲县市分队 吉安特殊大队 莫兵分队等多项听设建设完成 现在在进行行程警销 以及护证单位警政署办公室听设 另外针对花莲县办理全民运期间 大幅提升28个场馆 全中运更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赛场 让花莲的孩子们在安全享受运动的同时 可以站在国际赛场的勇气 宣服更争取110年度办理国际少年运动会 195年度办理国际龙洲锦标赛 迎接113年 迎接113年 这会跟大家报告 115年 我们争取到国际龙洲锦标赛 那将会100个国家来到花莲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今年要做国际青年高峰论坛 有机高峰论坛 一共是28个国家 因为我们在努力跟国际结果 而我们28个国家 我们就用28个当地的学生 或者工作人员来带你 让他们兵士努力 跟东华大学语言中心合作 国际学生合作 花莲也没有这么理 这个能量来承办 有没有 有 当然有 但是115年 我们现在要启动了 有太多工作要做 对不对 对 花莲走向世界 世界走向花莲 定义当中 现在许正会亲自表扬业务达人 分辨为教育处 卫生局 圆梦团队部分 客家事务处办理 客家博览会 花莲县参赛团队 消防局 花莲紧急救护挑战高峰团队 透过训练和模拟情境 透过训练和模拟情境 提升强化解救能力 在全国呼吸道插管 及CPR加AED的竞赛当中 获得优等奖金 以及全国冠军 记得就关于花莲老 录像